方便啊 我就一次請我們羅部長 還有這個國際級兩岸法律師陳文奇司長 陸委會師傅主委 外交部陳司長 嗨 還有司法院的張副秘書長要麻煩一起好不好 段委員好 我不引述媒體的報導了齁 所以我所有的引用的通通都是政府各機關的報告跟新聞稿 我先跟羅部長請教 根據你們昨天法務部的新聞稿啊 說大陸地區基於犯罪結果有屬地管轄權 我國對於犯罪的涉嫌人也具有屬人的管轄權 那剛才您提到啊這個管轄權的禁核啊 那現在以這個案子你覺得應該哪一個管轄權優先 我們還要從證據資料去看 我剛剛也向前面兩位委員報告 因為他如果在台灣有犯罪的被害人 有他的犯罪的行為 那如果根據國際的慣例 應該是哪一個管轄權優先 他還有一個叫最有利原則 要綜合各種狀況 那我請教這個陳司長 您同意部長的說法嗎 我們現在以通案性來講 一般的話我們會考慮追訴犯罪 以便利管轄有效追訴這樣子來考慮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在今年的2月16號的上午9點半 由陳司長所主持法務部的一個外國政府遣送國人 至第三國或大陸地區接受司法偵查或審辦之相關事宜裡面 國際及法律事務司的意見在管轄權進合的時候 國際上已經慣行的原則可以參考 通常屬地原則及便利管轄原則會被優先考量 所以站在法務部的立場通案來說 屬地管轄優先對不對 這兩個原則 是不是 一般通案來說 這兩個說 一個是屬地原則 一個是便利管轄原則 應該是便利管轄原則 其中當然也包括屬地原則的一些 所以根據法務部的立場 通案來說 落實到這個個案 中國大陸有屬地的管轄權 所以中國大陸的管轄權優先 不完全這樣子看 因為還要考量 這個結論 結論的 我們看一下結論 結論的第四點 前開研心應該遵守 國際間有關案件管轄的通案原則 例如屬地原則 跟最便利法庭原則 所以呢 根據法務部的立場呢 屬地原則 是比較優先 國際的通力 這是你們的說法 好 這是第一點 所以我們認為 如果從這個看起來 過去啊 都說 欸為什麼 各自的國民各自帶回 對不對 從五年前的那個菲律賓事件發生之後 那個不一樣 然後 聽我說 有什麼不一樣 等一下你可以說明 因為那是共同辦理的案件 然後所以呢 不管喔 那個幾個案件喔 包括在 斯里蘭卡 包括在越南 的案件 其實受害者都在中國大陸 但是我們去各自把人帶回了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就 法務部的這個屬地優先 就不適用了 突然就變成 那個時候可以各自帶回 那我要請問 我要請問 您去了 中國大 去了北京一趟 在這之前 法務部特別在二月十六號 開了這個會 做了這個結論 就把過去 各自帶回的那個處理原則 就推翻了 做了結論 就叫屬地管轄優先 這是法務部做的會議結論 我不曉得 海峽兩岸 是不是互相唱和 然後呢 在法務部做了 這個原則 去修改了過去 我們一向堅持的原則 然後呢 然後就看到 我們就看到有 4月8號的這個結果 這是第一個我的質疑 第二點我要跟你請問 你們法務部在這個新聞稿 你們最後提到 法務部呼籲國人對此案 應保持冷靜態度 勿留於民粹 我要請問 什麼叫做民粹 你能不能具體的舉例 好 我先第一個說 剛剛二月十七號的那個會議 二月十六號 十六號 那個會議的結議 沒有對任何一方有利或不利 因為反過來毅然 就是說大陸人在台灣犯罪的話 那如果是以屬地原則為優先的話 就是我們來辦 但是就這個案子來說 我們法務部 我們法務部就是呼應了 法務部這個態度 改變了過去我們所出的原則 好第二個問題 到底什麼叫民粹嗎 什麼叫民粹 民粹就是事情狀況還不很清楚的時候 就一起大家 大家一起罵 對 大家一起抗議 對 好那我請問一下 外交部的這個報告 的第二頁 說我們啊 駐南非代表處啊 向該警局主管抗議 違法拘留我國人 肯亞的警局主管不予理會 我們又抗議 我們又去申請了禁制令 但是他們的警方跟檢方呢 不顧這個禁制令 所以呢 我們就向陸方表達我方嚴正抗議立場之外 然後要求啊 陸方能夠尊重兩岸共同打擊犯罪的模式 不要將人啊 這個這個 強制遣送到中國大陸 這是外交部的抗議 而且不只抗議啊 還去提告 南非代表處啊 找了律師去告肯亞的內政部長 去告了檢察總長 告了警政署署長 好 我們的這個陸委會 給我們的報告 他說 要求國台辦經濟協調有關部門啊 儘速釋放我方民眾 不得強壓制大陸 然後呢 不斷的這個進行抗議 他說啊 向4月8號晚間 向陸方表達強烈抗議 認為陸方此舉違反肯亞法院的裁定 嚴重侵害我方民眾權益 這個話講得非常之重 然後繼續再講 雙方在第三地合作打擊犯罪都會在事前 事中事後 先知會對方 並且協同行動對於人員的處理 也是各自帶回 然後呢 表達抗議 他說 嚴重傷害兩岸八年所建立的互信 我方再次表達抗議 所以 如果根據你的標準 我們外交部跟陸委會的作為 算不算民粹 不一樣 那就是關粹 因為是我們政府機關 表達抗議 表達憤怒 我們人民 不可以表達憤怒 我們人民 跟政府一樣 表達抗議 表達憤怒 在您法務部的看法 叫做民粹 我再問第三個問題 我再問第三個問題 我請問第三個問題 不過委員 這時間是我們共用的 不是光是委員講完的時間 好那你請說 但是我跟主席講喔 我要問出個水落石出我才會下來 請委員也要尊重立法委員行委法 請說 請說 請問法院要 第二個問題請說 好 外交部他在第一時間 當然是以保護國人的權益優先 他第一時間那麼倉促急迫的當中 他當然沒有辦法去取得完整的資訊 所以他立刻做一個比較強烈的表態 這是正常合理的 來 因為那個時候 請問外交部 外交部來請市長 你同意 這個我們部長說 我們只是因為倉促 沒有辦法了解狀況 所以先抗議 等到了解的狀況之後 我們就不再抗議了 是這樣嗎 現在在協調 來請說明 我們請市長說明 而且他抗議 我們請講到外交部 請外交部說明 外交部會不會繼續抗議 那你如果只是抗議 你為什麼去提告啊 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如何捍衛國家主權的村民 所以那你們為什麼會去提告啊 如果 如果羅部長所講的 只是不了解狀況 你們在不了解狀況之下 就去提告了 你們去告肯亞的內政部長喔 蛤 你們去告肯亞的檢查總長喔 你們去告肯亞的檢查署長喔 因為法院判決無罪呢 二十一天釋放 但是被警方拘禁呢 超過二十四個 你們抗議的態度有沒有改變 沒有 請回 好那你繼續講 他是對這件程序這個部分 請繼續講 好 沒有衝突啊 外交部是針對這個程序的部分 有意見 他抗議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說 究竟這些案件 該在大陸處理還是台灣處理 這是另外一件事 法務部有沒有抗議過 第三個問題 你說抗議哪一件事 不管哪一件事 程序上我們有抗議啊 你們的報告 你們的報告哪一點有講過你們有抗議 你們的報告在哪一個字眼上 有提到抗議這兩個字 你們不是用抗議兩個字 那我們是要求他們 我跟你請問 你們是兩岸共打協議 的聯繫主體 台灣我們中華民國聯繫主體 法務部的報告講得很清楚 事前事中事後 對方都應該通報 我跟你請問 對方什麼時候通報我們 對方什麼時候通報我們 11號 11號通報我們 11號還要他們通報啊 我們所講的強調的事前通報 你們事前什麼時候接到通報 我們把那個菲律賓人一月帶回來 在菲律賓的台灣人帶回來 我們菲律賓的台灣人帶回來 不是我請問你們 我們也沒有通報 你們什麼時候接到通報嗎 11號 來我們請問這個陸委會 你已經講了11號啊 我請問陸委會 他們是不是應該要事前通報 如果照菲律賓當初處理的那個模式 是要事中事前事後都要有相關的 就是你們陸委會的報告啊 那我請問 法務部該不該 你們陸委會 抗議了 聯繫的主體是法務部 我想請問法務部 你們什麼事情 什麼時候針對事前沒有接過通報 你們對外表示抗議 我們4月8號就在海裡面就表明說 他沒有事前通報 這個不應該 不應該 所以不應該所以請你趕快來通報 這個不是抗議這個叫請求 這個叫做請求 所以你事前沒有來通報 我跟你 你們這樣不應該啊 請你來跟我再講一下 你們事後也要跟我講一聲 事後來追捕通報 那個時候我對不起啊 報告委員 對不起 不是委員這樣講很不合理 一方面要我們跟對岸協商 一方面要我們跟人家討價 所以我們要協商就不能抗議 來陸委會再 陸委會來回來 陸委會再回來 我們過去陸委會抗議過陸方多少次 不是這個個案 每一年不曉得抗議幾次 你們有沒有繼續協商 如果照法務部這樣的態度 抗議就不能協商 我們要協商所以不能抗議 那對不起 那對不起 我們就不要陸委會了 我們也不要兩岸協商了 我們也不要政府了 我們的法務部只會告訴我們說 因為判得太輕 我還沒有問司法院的態度了 民國103年 我們就已經修過刑法相關的條文了 對不對 總統也公告了 對不對 通通加重 還增加了條文 假冒政府官員了 要判七年以下一年以上 把所有罰金通通加重 而且一罪一罰 一罪一罰騙十個人 跟騙一個人差多少你知道嗎 我們判得還不夠重嗎 我們法條定的還不夠重嗎 如果是執行的問題的話 跟司法院溝通 不是用這種態度 對不起啊 這些人都是我們的國民 我們如果說 還能有判罪就認定有罪 或者我們的國民犯罪之後 就可以任由人處理 我們就不要政府 我們就不要法院了 我們所有的犯罪 通通送到中國的法院去判刑 通通送到中國監獄去關 你的結論就是這樣 我們也不要檢察官了 我們也不要法院了 我覺得你真是可恥 我這樣講法才是民粹 你再講一次 上來 再講一次 您這樣講就是 剛剛您講的民粹 要我舉例 我就這樣說 我們從那個時候 從從到大陸去判 我們什麼時候講 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 陸委會 我再問一次 我從頭再問一次 陸委會 這個報告 這些強烈的抗議 有沒有改變 態度有沒有改變 我們持續在抗議中 外交部 去提告 所做的抗議 這個態度有沒有改變 有沒有改 沒有改變 法務部 再講一次 你們現在抗議不抗議 我們一直說他 你們抗議什麼 是不對的 是不對的 是要推他趕快來通報 是要推他趕快來通報 但是他把我們的國民 抓到北京 戴著頭套 然後在那邊去審問 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這是他們的蜀國主義 我今天罵你是根據這個 是根據法務部 在個案發生之前 先開會 決定了態度之後 然後事後 因為中國的做法 符合你法務部的原則 所以我告訴你說 如果你不保護我們的國民的話 就不需要法務 好 如果你認為這是民粹的話 我告訴你 你今天這個政府的態度 完全 喪權辱國 完全 失去了應該 維護國民基本權力的立場 我跟主席抱歉 我跟這個委會抱歉 時間 如果 我知道 所以我再一次的致歉 但是這位部長 如果今天是這樣的態度 我認為他離開 這個委會之前 他就應該辭職了 張宏陸委員接著發言 請大家把握那個八分鐘的時間